國安法是中國人大會直接在北京通過的一條法律 美其明會用《基本法》十八條來做一個來源 會直接擺入《基本法》的附件三 然後在香港實施 但其實擺在《附件三》的法律 它一是可以直接頒布 但直接頒布是一些不涉及刑責的法律才可以直接頒布 而一些涉及刑責的法律通常都要經過本地立法 例如我們看到《國歌法》在立法會用了三年時間 到現在都未立到 正正因為《國歌法》的刑罰是很重的 但這條《國安法》 它比《國歌法》有過之而不及 刑罰非常之重 但為什麼北京不將它擺入香港做本地立法呢 就是因為它知道它控制不了香港的立法會 所以它才霸王硬上攻地在北京的人大 直接通過《國安法》之後拿來香港實施 香港人的人身的安全 香港人的自由 甚至整個香港經濟都會受到重創的 它提到大陸的國安機構是可以在香港設立分支 很可能你是可以有執法甚至是審判的權力 香港人就不再需要想避不被送中了 因為它已經完全沒有需要送中了 如果大陸的國安在香港執法 直接在香港抓人甚至是審判的話 大陸那套法律就可以直接搬來香港用了 所謂的分裂國家和顛覆政權 我們看回大陸案例 大部分都是以言入罪的法例 很多都是網上的文章 社交媒體的表態 甚至是share一些東西 你都會觸犯到顛覆國家的這些罪行 所以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和抗爭的自由 一定是受到很大的鉗制 《國安法》宣佈了會在香港設立之後 其實整個國際社會的反應非常之大 而香港的經濟已經立竿見影地受到影響 銀紙就立即跌了1300點 如果香港是一個國安可以隨便抓人的地方 是不會有外國人夠膽來投資 這樣去破壞香港的制度 是不會對任何人有好處的 一直以來香港受《基本法》的權力 有很多自由都沒有的 但是我們從2003年開始一直 就是靠大家的抗爭 一次又一次可以擊倒政權對我們的打壓 2019年5月的時候 也沒有香港人會相信 香港人可以成功地 令逃犯條例的修訂得以撤回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盡做 為什麼今天會來這裡擺街站 就是我們發現 其實雖然網上很多人會說 每日移民等等 但是其實街上未必有很多人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自己給自己的想法就是 就是盡量要多些人知道 至於之後大家知道這個法案的嚴重性 大家會決定做些什麼 就是每一個香港人的決定 但是首先就要整個社會都知道危害先